一双光脚突然踩在碎玻璃上 他每走一步都会留下一个血脚印 可男人却感觉不到丝毫疼痛 周围的水流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直接拿着水管就往自己嘴里插 房主在发现他的时候 二话不说就要打爆他的头 幸好警察在这时赶到 在看见男人嘴里插着的水管时 两个人都被吓了一跳 其中一名警察抓住水管 就要帮他从嘴里扯出来 结果扯了整整十分钟 都没有看见水管的源头 旁边的警察直呼上帝 好不容易取出水管后 警察命令他立刻跪下投降 但他好像根本听不懂人类的一言 警察毫不客气地发射了电击枪 将他当场放倒 其实男人并不是人类 而是一个刚破降到地球的外星阴影 他的飞行器坠毁在一处偏远的沙漠之中 在地上砸出了一个巨大的升坑 他退去身上原有的鳞片 伪装成一个正常的人类 混进了人类社会之中 由于他之前所在的母星极度缺水 凭借自身对水的强烈渴望 他很快在一处农场 找到了急需的水源 这才有了刚才发生的一幕 他随后被带到了警局 凭借外星人极强的学习天赋 他开始观测周围人类的一举一动 从而学习人类的交流方式 强大的听觉系统 让他可以轻易听见别人的谈话内容 他很快就掌握了人类的女人 当女警询问他来自哪里时 他说来自炎热的安迪亚星球 他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必须在九个小时内 赶到指定坐标拦截信号 女警告诉他千万要对人类保密 要不然就会被关进精神病院 当女警询问他有没有监护人时 他爆出了一个叫贾斯汀福尔斯的本子 而贾斯汀这时还并不知道 他的人生即将发生重大变革 因为家庭贫困 这时的他每天必须穿上生化服 冒着生命危险处理有毒费量 他希望公投让他两班倒赚取加班费 但公投却基于他的美貌 贾斯汀当即愤怒一击 随后开车扬长而去 路上他接到了警局的电话 看见了即将改变他一生的外星人 对方说可以帮他完成没有成功的实验 然后又爆出了那个奇怪的坐标 他必须在时间没有结束前等到那 贾斯汀以为遇到了科学跟踪狂 他警告男人 不要再接近他和他的家人 要不然就会一枪打爆他的脑 女警也没有再为难他 很快将他当场释放 男人却顺手拿走了一部手机 随后依靠导航来到一处点当号 张口就吐出了一枚金戒指